中国有最多而且美味的美食,许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来中国品尝美食,每个地方的特色美食都不一样。 说到美食最多最美味的地方,许多吃货人认为它是四川,四川可以说是吃货的天堂,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。 然而,四川有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小吃,被日本人偷走了。 当这种特色的小吃到了日本后,它竟然以天价出售,日本人还给了它一个看起来更高阶的新包装。 但是网友们在看了之后说,即使它换了包装,我也知道它是什么,就是在日本大火的水性玄柄。 许多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,许多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,应该都吃过,因为它看起来非常漂亮。 像一大滴水。 在日本,它已经不再是当年那碗冰粉了,而是有了一个洋气的艺名,叫做Green Warp Cake,中文艺名。 雨滴高,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形状,里面有一朵花,看起来更漂亮,因为长得很好看,售价也很高。 据说,一个就要卖到八百多日元,折合人民币,差不多五十元。 可以说是天价美食了,不仅日本人喜欢它,甚至许多中国游客在看了之后,也非常喜欢它,并愿意付出高昂的价格去品尝它。 然而,品尝之后,他们发现有些不对劲,原来这是我们的四川特色小吃,只是日本人改进了做法,价格却翻了许多倍。 它实际上是由四川的冰粉做成的。 然而,四川的冰粉是街上的廉价小吃,只需五元就能买到。 事实上,这个水性悬饼的原料,就是四川冰粉。 但生产方法不同,这就是包装的重要性。 在日本,这个水性悬饼,也成了网红的小吃。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国内,它都很受欢迎,味道很好。 不过,很多人还是觉得它,却不如四川冰粉好吃,只是长得好看。 想让人尝试一下而已。 冰粉是四川许多人夏天的最爱。 它尝起来冰冰凉凉,特别美味。 全国各地的人也都很喜欢。 现在它已经成为日本的特色食物。 而且它还与日本樱花联络在一起。 它看起来很高阶。 如果你去日本旅行,希望你记得不要买这个。 这实在是太欺骗人了。 在四川吃一碗几元的冰粉更好。 换一个包装,价格会上涨几十倍。 你怎么想呢? 小编觉得,这个夏天我们还是偏偏坐在家里吃天价的雨滴高吧。 那也不去。 嘿嘿。